哈囉大家好 我是葛思 歡迎大家收看 葛思怎麼種 話說本集影片要在陽台種 個人頗喜歡的芝麻菜 它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芝麻加芥末味 而且也很好種喔 除此之外 內容會實際栽培198天 從種子到開花 都在這部影片了 好的 我們開始吧 首先準備培養土就能播種了 因為三天發芽 發芽後需要儘快煎苗 光照不足容易導浮 可以用培土的方式來改善 它一天需要三個小時以上的光照 然後栽培過程中盡量別讓土乾到 雖然一年四季都能種芝麻菜 然而他喜歡涼一點的天氣 推薦春天或秋天再種喔 大約一個月後就能採收了 如果你想要一直有菜吃 可以逐月從外葉摘 一次最好別超過整體的三分之一 採收後再補充葉肥 這樣就可以收很多次 但是也沒辦法一直採收啦 春天到初夏的時候 就會開始開花 葉片老化就不好吃了 它的花貓附有絨毛 開花期間會逐漸延長花梗 再開出十字形的小花 花很可愛吧 而畫面中那個尖精的東西 是它的果實 接著會有30秒爬滿蟲的畫面 不敢看的人先閉眼睛 好了我在叫你嘿 先閉眼睛喔 3 2 1 開始 雖然芝麻菜有種明顯的辛辣味 但還是會被蟲咬爆 影片中為文白疊的幼蟲 這種常見的菜蟲 以十字花科的植物為食 包括芝麻菜、小白菜、青江菜和蘿蔔等 大體而言 昆蟲的耗發季節在春夏季 如果不想一直抓蟲 避開這段時間種會少很多麻煩 好了現在可以睜開眼睛了 如果想種菜又不想抓蟲 可以試著種蠟具 蠟具屬於菊科 文白疊幼蟲是不會吃的 最後幫各位總結一下 首先準備培養土、臥種、煎苗、培土 一個月後就能採收 或是從萬葉摘 可以摘到開花前 雖然芝麻菜有辛辣味 但還是會被蟲咬爆 天氣冷一點再種 或改種蠟具 能省下許多麻煩 好的本集影片到這結束 預祝各位種的愉快 感謝各位觀看 我是葛思 我們下期再會